它是一个在英国非常出名的 顶级三星米其林的厨师 Gordon Ramsey Bun & Grill 哇 我看到它的 菜单 它的价格 像我上讲的很恐怖 就是每一口都会陶醉 这个一盘不够 要来一遍吗 这个真的是我看了很多年 它整个是 它味道 味道 我是阿丁 阿里格斯 欢迎收看我们 很高美兵到 哇 现在的心情 很开心是因为 我们可以吃到我们的 偶像开的餐厅 就是Gordon Ramsey 可是它价钱也是很开心 跟大家克服一下哦 Gordon Ramsey 它是一个在英国非常出名的 顶级三星米其林的厨师 其实它还不只是厨师啦 它还是电视女人啊 美食屏幕家啊 还有餐厅老板 那我是怎样指导它的吗 它是毒蛇出名的 因为它每一集啊 都有出话 因为它就是 F word 它就是以毒蛇跟粗暴出名的啦 对 它终于在马来西亚 开了它的产品 所以我们两个 像巴佬 终于有机会来试试看了 所以Gordon Ramsey 开的这间 名叫Gordon Ramsey Bar and Grill 这间餐厅呢 是在六月开张的 可是我们一票难求真的 我们一直book一直book 不到现在八月 还有啊 终于入到我们有机会吃了啦 而且是五点吃晚餐 哦 马上已经bullybook了 所以我们只能五点提早进去先吃啦 但是呢 它这间餐厅开张以来呢 观众对它的评论呢 是很两极化的 因为吼 有些人说它已经把重心放在电视前幕 自我的营销 已经有把重心放在它的厨艺上了 所以它的餐厅呢 有些人讲不好吃 因为有些人讲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就是来一餐酒精了 但是我们只知道是 它的餐厅的价钱是很贵很贵的 下一个Gordon Ramsey就是我们了 我们是做它的评审 但是我们是香巴来的啦 我们就差太多了 我们现在马上扔进去了 所以它就是在我们前面罢了 其实我看它的装修 知道它的地点 它的地点其实已经是 宁静地点 你看我们现在的钱的都是黄黄的 你看它的那个调墩 终于到我们了 终于到我们了 有人去来了 原来是我们太早了 水已经花了 它带我们去 Table OK 先去 Let's go 还有我们的位置套窗 我们套窗 对我们来 听讲服务是很好的 对了吗 每个人来 看到他们都讲 服务逼你 通常来到这种高档位 我都不太感动 它拉脱任何一个东西 就忘了 哇 我看到它的 menu 它的价格 像网上讲的很恐怖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menu 哇 所以它的starter 从最便宜的 85块到198 所以它整个menu 有便宜有贵的 最贵的1499到 这样30块的都有 你要吃1499块吗 谁吃 谁吃 我觉得应该是你啦 这样说过 啊 又来剪刀石头末 剪刀石头末 过 再来 剪刀石头末 这样 OK 谢谢你 Let's go 你就是今天的 什么啊 慈善家 所以小姐姐刚刚就是有 介绍我们了啦 没有一般的还没有介绍 全部都是一般以上 可是它介绍的都是 真的是那些地点而已 那我们都不是我们出选的 所以我们就 阿嘎阿嘎 点它出名的拿手菜过后 我们点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们的餐前面包已经到了 这面包是免费了 免费了免费了 我很期待它的这个 餐前面包的这个butter 我大家听到它讲是 home made的 而且是 go narrow的 它可能有混一些那种 骨髓的那种下去 所以它面包它是有给两到三种啦 就是两种一样 两种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olive oil 然后它这里是有一点点黑黑的 可能有一点spice的 这一个是完全是白白的 这样我们就好像我们两个字一样 来咯 butter 松松了 不是那种freezer拿出来硬 火锅包 叫butter的火锅包 我们的kampong就叫火锅包 我们吃吧 一口下去很健康的面包味出来 对它餐前面包还蛮香 我吃不到它的butter 我吃到一大串那种 grain的那种味道 哦 放不够喝 它butter很香 是那种 平时我们吃butter吃不到的 等一下那个butter有放那种 herbs味道啦 谈你了吗 对了 力刚才好啊 不要再加 不不不不不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了两样 就是stutter了 我们就从stutter 慢慢吃到dealer去 ok 这我们没有含 它很暗的名字很差 它里面是有馅的吗 我看一下 它里面有馅的吗 没有没有 没有馅咯 我估计是有馅 可是它里面也一刀下去 这是你的 谢谢你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start Oh my god 进入嘴巴之前的它 它的cheese sauce 超浓啊 我觉得 cheese level 一定会爱这个 我一口下去咯 其实满嘴都是cheese sauce 它又加了一点 可能它那种香菜的 那个叶子的味道 所以就很提香 会解腻的那种味道 本身这个蛋糕吼 我个人是吃到有一种 大香的味道的 可是可能有吃到一点 Bacon吼 会吗 可以吃到一个比较硬一点的名字 好像是Bacon吼 它整体咯是偏鲜的 哪怕它是放在stutter 不是放在地上那边 它们甜 来咯来咯 它算是stutter的这个瓦 一粒几十块 因为它的这个skallot吼 是从日本空运来的 所以有那个比较大链 然后这个 这个比较大链 这是黑松露 哇 刚才它的sauce其实是有讲到蛮多的 混杂的东西 可是我们对那个食材其实不太熟悉 我就只知道有traffler跟 Appangus那个菜 哇 超大颗的你看 这个很厚欸 还很厚的你看 my god 你看它的skallop就是偏厚的 因为我们吃到很多它们煮了过后 它是酥水 它是酥水 哇 很新鲜的味道 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平衡 结果它不会太咸 不会太甜 为什么 它就咸不都有 它的skallop很嫩 咦 我在记得其实 它也试到是它的那个traffler的味道 包着它的那个skallop 然后它skallop本身的那个甜味也是刚刚好 这一道蛮足 这一道有被惊人到 last bite 就是每一口都会陶醉 这个 一盘不够 要来一点 我们的Zasper试试看 买一口一粒的咯 是不是 哇 你一口一粒咯 生吃肉咯 其实它很贴心 你看我们吃到桌子很烂 它就会把我们移到我们的旁 我看到它的伴侣有一次走过了 它会注意看你有没有吃完 吃完了它才跟你上赛一道 有点尴尬吃到你的桌子这样乱 我们的菜来 来来来来 哇 我们的面全部到了 然后这个 这个真的是我看了很多年 因为我第一个看的那个 gordon ramsay的影片 就是这个食物 也是它的最拿手的好菜 就是那个beef bellington 这是大家讲好gordon ramsay餐厅 必点的一个料理啦 据说是每一间的餐厅都一定会有这个 我领它的sauce了啦 OK OK 不要领太多 我怕它的味道走危险 然后这个是一配的 mash potato 来的 我切了啦 它就好像很难切这样 Oh my god 你的刀工 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诶 因为我aspect切太细手 它的皮是crack的哦 来 我人生中的 第一口 beef bellington 第一口感觉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诶 因为我以为它的皮是很脆啊 但是它坏神仅仅只有一点点脆吧 可是它的酥皮有一种butter的味道 它中间是一点蘑菇味 它的蘑菇味特别的重 然后才吃到那个牛肉 牛肉来讲我觉得 它没有那种本身牛沙味浓嘛 它应该是它的sauce盖掉了 它的sauce是红酒的sauce嘛 然后它的牛排是嫩的 可是它不会有那种腥味的感觉 我只吃到嫩的口感罢了 可是吃不到牛肉的味道 你有起到你的期望吗 我觉得它星座跟我有落差诶老实讲 10分的话我觉得6啦 有落差有落差 这个我的牛肉是跟这个 马铃薯泥配在一起的 比一般的那种马铃薯泥来得绵密 味道就跟一般的马铃薯泥一样 它没有很重的那种butter味 有些是很重butter味的 然后我们的鱼主角 这个叫cord fish 就是雪鱼 等一下 OK 然后我们的雪鱼 它分我还蛮多的 这一道有的吃啊 哦 它味道跟我想不一样味 你单单吃它比它 它整个是 超微搭的味道哦 这是我的问题吗 还是它就是要表达出超微搭的味道 可能是要一起吃的 OK 所以它的鱼 第一点好是什么 它的鱼很厚哦 可是它味道就没有惊艳到我 没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觉得这个口味下去 其实是满满的鲜味的 OK 这道鱼的那个新鲜感 来给你们看一下 sauce上面就很明显的看到一个鱼子啦 然后这个东西它是讲的 鸡肉的crum 然后黄色这个东西呢 就不知道了 要try看来知道了 看看它的sauce 看看它的sauce 它的这个sauce是比较酸甜的 来吧 我们就配上它的鱼 试试看 我没有鱼咬哦 我没有鱼咬哦 可以说就有另外的风味 就很Gordon Lemcy 就有那种带一点酸 鲜 甜 董董董你讲的味道 感受不到咯 给你多一点 哦 谢谢你 Helosau真的是有提分的啦 是好吃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点的sauce 它是Map and Cheese来的 感觉这个还蛮好聊的 它上面那个脆脆的啊 我看人家讲一定要点就点了 试试看看 它上面有一层是酥脆的那种粉 它的起司很重的 Cella的味道 哇 火一口味下去了 整个嘴巴就是起司味 它跟我们的那个第一道点的那个sauce 它的起司味道还蛮像的 我个人是觉得 点两样起司的料理有一点腻啦 而且我们是三个人 现在的情况下还很腻 可能你们两样选 一样来try就ok了 它是不难吃的 因为它的那个上面脆脆的东西 其实很好吃 它听到你的口感的那种感觉 咬的时候就crack 因为Map and Cheese是软的嘛 OK 来 我先try这个鱼鱼先啦 试一下鱼 它鱼好吃耶 本身它不会那种很干很柴 然后它有自己鱼的那个油脂的味道 你先吃看这个鱼鱼鱼鱼 等一下 是不是 你吃到新鱼要喝很多水 真正爱汽车的人才可以吃这道料理 最后一样 来 所以它是讲这是 honeycomb 旁边是最virgin的 olive oil 还有这个yogurt 还有最纯层的 那我们从来吃起司 我先吃它tocolate先啦 我想try看它的tocolate的颜味 很苦耶 太苦 我就觉得有苦味哦 OK 可能不喜欢吃 可能我习惯吃 你吃吃大chocolate的嘛 我们也是90% 你当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讲铁的 因为它讲它的那个 chocolate是用64%的嘛 开开它的honeycomb 我觉得是这样啦 因为像我这种不太习惯吃大chocolate的人 是不能asset它太苦嘛 可是它的这个honeycomb 它是甜的 所以它有综合掉那个甜品的味道 我相信这个yogurt sour的也是为了综合它的 那个chocolate的苦度 这是yogurt吗 yogurt 对 很纯的yogurt 酸凝很酸 可是它不会来太酸 其实我还蛮好奇 我们家有馒头一样 到底是多少钱 为什么我们给 可是也想知道那个figger嘛 等下吃完这个最后一道甜品 然后我们去外面 你可以尽情的voice out 竟然有老板在看着的感觉 所以我们出去是讲实话的啦 恐慌嘛 刚才也是实话啦 可是去外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顺畅 懂我去讲的哈 ok 那价钱我其实 我们赶紧我们自己猜 是 是我们在公司 我们要给钱 要给钱到我 我们的老板在前面 哇 谢谢老板 走走走 出了出了出了 出了出了出了我们走了 出了一点下包 其实它的价钱 我们三个人讲实的 吃到很薄很薄 它的价钱竟然是805令吉 其实比我想象中 更便宜的我期望是过一千的 我也是 但我们就有猜 我心里算这个两百 那个一百 两百 就讲到来是过一些的吗 所以便宜是四百吗 走啦 走走走 诶诶诶 不得了 看是小羊 可是其实它是蛮炸的 所以我们今天总共叫了六道料理嘛 来 你选出一道你愿意 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Cord Fish吧 就是雪鱼吧 我还蛮buy的 我觉得它的Cord Fish还蛮好吃的 然后我自己最爱的 竟然是Scallop 我觉得那个Scallop 真的是有惊艳到我的它的味道 我到现在还想吃它那个 本来是冲着牛肉来的 然后哪里知道你拿那个Scallop 我觉得它的所有的食物 是Above Average的 但是最好吃 我自己是喜欢Scallop 然后Medlington 它好吃 可是它就没有like 很好吃 Jasper 所以我喜欢Scallop Jasper跟我一样 因为很香诶 它的那个松露味道我还记得 所以如果你们要跟这很高贵的味蕾来吃的话 要吃from the sea 全部精彩 没有啦 应该讲我们不够Atas 我们不会吃这样的东西 可能那些Atas的人来吃 他们觉得 The Medlington is very good and nice 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就是终于可以吃到 一直以来我在YouTube才可以看到的食物 我觉得这一间呢 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给大家来试一次 没有试过的话可以来try看 try一次看 所以我觉得 不错 不错啦 我觉得是不错的 不用钱 还蛮亲密哦 太不用钱了 亲密 OK了 所以我们的影片就到此结果 所以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把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和打开小铃铛 就我们下一个影片见了啦 去谁的产品 谢谢Jasper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开小铃铛